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 大家好 请看感应片第88集 文也只有八个字 上罚不品 遗落过街 这是说两章四情 诸节里面说得很好 是亲是中 是就是过时 这是将上罚 是六错一分 便是不平 上罚 要这个 拿到很 公平 确实是一桩相当不容易 的事情 它的标准 在世法里面 这三桩四情 你都能看得很透彻 才能做到圆满 否则的话 好不存 特别是朝代的心地 在国家 国家的村 在这个时候 特别明显 在上尚未 在上尚未的上罚不平 所以极其凝郁 最后到这不可收拾的地步 那么小是一个家庭 一个小团体 今天是公司行号 商店的老板 对于你的员工 讲诚 如果做到非常公平 下属员工 一定对你心悦臣服 能为你效忠 为你尽力 如果上罚不平 凭着自己的好恶 以这个标准来做讲诚 那人心就不服了 到最后一点是重判清理 所以说是无论 这个事业的大小 九战 要把这一桩事情做好 是相当不容易的 这个是大学问 不但是学问 而且还要有丰富的阅力 我们平常 我们平常 厨师待人 解物 这一点 不能够不认真地去学习 佛法 在弘法立身 也不能离开这个院子 可是 现在的世道 比古时候艰难多了 古时候的人 都有机缘 接受过圣贤的教育 今天所谓是人文教育 读书明理 换句话说 他对于一切人情自理 比较通达 比较客观 人与人之相处 容易也融洽 现代的社会 不然 人文 能理 德行的教育 可以说是 全面地废除了 我们大家接受的 是西方 功利主义的教育 所以对于人情 很薄 很淡 不淡 对外人 就是自己 父子兄弟 也非常淡薄 这个在现代社会 我们看到太多太多了 比如 唯一增夺遗产 遗产分配 不公 闹到法庭里面 这些事情 我们常常听到 常常见到 这在古时候 很难看到的 现在变成一种常 常常能够见到 这在古时候 这在古时候讲 这是大不孝 大不敬 现在的人 哪里懂得呢 出家人 就是道场 老和尚 缘极乐 也留下的一些产业 这一些他的徒弟们 也互相 不能容忍 彼此争夺 也闹到法庭 这个在过去 历史上 没听说过的 兄弟争财产 历史上 还偶尔有之 出家人 历史上 没有 可是在今天 我们也常常听到 也常常看到 这是非常非常不幸 人心不贫 累积的怨恨 发作就是祸害 所以这是我们不能不留意的 不能不小心谨慎 去对待的 下面一句 夜落过街 这是讲想乐 人 哪一个人 不求享受 乐 是人之大欲 欲望 这个小柱里头 也住得好 他引用 礼记 去礼的一句话 礼乐 乐不可及 欲不可纵 这是神仙人的教会 想乐 一定要有节制 不可以过分 过分怎么样呢 乐极生悲 那个小柱是相反的 所以一定要懂得节制 欲 人有欲望 欲不可以重 不可以放任 放任 害就来了 下面他又引用过语 两句话 明老则是善 疑则是隐 是不与人一类 这两句话 也要说得好 明老 老是老苦 生活过得太苦了 他就回心转意 想善 劝善 很容易接受 为什么呢 他有吃过苦的经验 所以现在这个社会 特别是所谓是 一开放的 这个国家地区 劝善 非常 简单 他不能接受 他每一天的生活 过得很自在 过得很快乐 所以在未开化的 这些地区 半开化的地区 人民生活很苦 生活很艰难 劝他断卧修善 他能听得进去 为什么呢 所说的 正是他现实的遭遇 他想想有道理 所以能够听从 那么为什么 佛陀的教会 在这个世界上 开发中的国家 我们去宣扬 很难受到效果 道理在此地 一般比较生活 贫困地区的 反而容易接受 这正是 古人所谓的 迷津开发的 这个地区 洛基森碑 贫困地区 苦尽甘来 不什么有道理 所以佛说法 他很有技巧 先说古 后说音 因为古 是你现在所受的 一讲 你立刻就能体会到 所以佛家说法 他这个原则 将苦及灭道 然后再给你分析 苦从哪里来 你就能听得进去 那么反过来 今天像欧美 开发中的国家 你给他讲苦 他体会不到 他觉得他生活 很自在 很幸福 他听不进去 那么像这些地方 我们出家的法寺 在外面讲经说法 罚要受的 罚要受的契机 对于这些地方 不能不留意 所以对于富贵人 我们对他说法了 要劝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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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德修善 有这个对他 轻而易举的 他有这个能力 多做好事 多帮助一些苦难的人 都不是恩德 这个说法就比较容易 契机 说明 福 弱点 由来 你今天想福 你今天有财富 有地位 过去身中 修这些因 这一身 得得国宝 可说国宝 是想得尽的 如果不继续修 你想尽量 就没有了 对于这些受苦难的人 我们遇到了 首先 要展开救济的行动 他确一确实 我们首先要帮助他 然后慢慢的 再教导他 如何改变生活的品质 如何提升自己 这个样子 叫花 就能够收到好的效果 此地 他也引用 孟子一句话说 人生于忧患 死于暗禄 孟子所说的 非常之深刻 跟佛法讲的 不谋而合 我们一生修福 修福 不要下福 那佛报到什么时候 想呢 死于暗禄 这是真有智慧 真有聪明 佛报在临终时候想 临终时候想的是什么福呢 什么路呢 临终没有病苦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知道自己到哪里去 这是真的佛报啊 如果在平常一生当中 把佛报想尽了 临终的时候 糊里糊涂死去 去到哪里 自己不知道 这就是佛法讲的 多三土了 一般 人死了以后 来生能得人生 走的时候 瑞将都很好 神智清楚 不迷糊电脱 几共雷德 能生天 临终的时候 都有天约来迎接 我们在古人读书笔记里面 看到很多 那都是真的 不是假的 面佛往生 由佛菩萨来迎接 去年年初 今年两千年 应该算千年了 九八年 新加坡 一位灵异生 往生 年岁也不是很大 清晨的佛教徒 一生 行医 为病人服务 他创办了一个 观音旧苦会 他做会长 临终的时候 临终的时候 跟李牧原居士说 想跟我见一面 那时候体力也不行了 李居士告诉我 我说不必他来 我就看到了 我送他念珠 送他佛像 大概我跟他见面 一个多星期之后 他就走了 走的时候 瑞相惜我 有一些珠念同修 在他身边 最后他说 我看到一片金光 最后我说 我看不见你们了 我只看到一片金光 安详 自在地往生 一生当中 所以说 生与忧患 这个忧患不是为自己 是为社会 为众生 为人民服务 唯恐自己的工作 做得不够好 认真努力 把服务的工作做好 所以孟子这句话 是经验之谈 这个道理很深 我们要细心去揣摩 好好的来学习 只有这是真实的佛报 你一生所想的 不仅是真实的 临终走的时候 事物忙着了 迷惑颠倒 那就真正可行了 这一生空过 好 今天时间到了 这个领导 时间转松的 请不吝点赞 接点赞 电这边